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我們幾句祝今天活動成功 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為了帶動觀光人潮 10月29日晚間在原理火車站推動動態表演活動 跟著高跟鞋去旅行 邀請彰化精英傳藝團 人臨東北福人社和台大學社團表演 藉由青年學子的活力 創意為原理火車站帶來新亮點 我跟他說今天是白了 週末我們有輕鬆的心情 來欣賞這個藝文節目 我相信希望他以後 我們這把學當成一個常態 讓我們這個車站 就真的有一個活動器 文藝器寫一個地方 你也說 我們人家的經理 我們要多做一半 我們每一年 每一次的活動 都可以帶動完人人的快樂 一個半小時的節目不間斷 活動精彩讓民眾 分享到一場一文響音之外 也充實了假日的生活 來人新聞 劉靖孝採訪報導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